来 挑战 停 停 停 裁判叫停之后 摔倒 无效 这是他的战术 这是凡间惯用的战术 连续的打头 抱单腿 漂亮 抱单腿 抱单腿之后 带了一个头部的顶的动作 破了 好 好的了 老伯爷 哎呀 你也算了 你也算了 你让他几天了 好 继续是一位实力派的战将来挑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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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继续扣 继续一个外扣腿 两个了 哎呀 真的像猛虎下山一样呀 凡间呢 交谈的绰号就是镇山虎 来 来 这位合作者 上来的这个 这位合作者 上来的这个 这位合作者 这位上来的 画块上来的 画块这个交给上来的 没有没有 这位小伙子啊 来挑战凡间的是叫格根比利格 在去年 今年七月份 这位小伙子在交相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位他的服装也非常的特别 穿着是他们明主的服装 据我了解 据我了解 这两位交手这不是第一次来碰面 他们在今年七月二号在交相体育馆有过交手 当时樊健是二阳得主 停 嘿 没 停 这都过不快 一个小时之内摔到六个奖金人民币两千元 一个小时之外摔到六个奖金人民币三万元 没 开车 停 没 开车 停 没 开车 我不 开车 我口水的冰bek 这个一到六个奖金人民币 就 прост 我考虑 一到六个奖金百一 这两位教授他们的体重相差 整整的二十公斤 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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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您口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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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位教授现在的对证时间四分钟 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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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我们老阳赛是一交来决定胜负 所以两位教授呀都显得非常的小心谨慎 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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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呢 现在的时针 已经指向了 今五月十八号的凌晨 我们在 淮仁体育馆呢 进行传统挠阳赛 激战正寒 我们的挠阳赛 赛阳的比赛 进行的是如火如荼 现在对阵的双方 一位来自山西队的凡剑 另一位来自内蒙古的格根比利格 停 这真的是两位高手之间的对话 他们势军力敌 失利相当 停 凡剑 曾经是山西省 交往争霸赛 交往获得者 亚洲青年锦交赛 第二名的得主 他1990年出生 今年27岁 现在比赛用时8分钟 刚才我给他介绍 他是挠阳汉 他的父亲是挠阳汉 他的岳父也是挠阳汉 他的岸然 也是娇花 这是凡剑的战术 这个在 以前跟内蒙古交手比赛的时候 旅是不爽 但是今天 巴黎级教练在 已经有了提防 继续 没喊停 还有一分钟 停 哎呀 就是笑话 说测而去 帅呢 被 开车 比赛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9分多 仍然没有决出胜负 可见 这两位交水 他们实力相当 停 被 开车 还有15秒 停 这样10分钟的比赛时间终了 这样不休息 加赛 两分钟 好 预备 停 停 好 好 好 这两分钟 刚才这打头 打头变成了打手 双手互肘 按照咱们中国式摔跤 咱们电子是有限制的 但是咱们传统挠阳赛上 在最早以前没有场地的限制 可以无限制的扩大 我们挠阳赛执行的规则 更多的是约定成熟的东西 就是通过几千年 一千多年的演变 并且还在逐步的完善 还有15秒 预备 我们推圈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决出胜负来 我们看到现在的 格根比利克是一亿代劳 这也是合理的利用规则 停 加实赛时间终了 这样我们推圈来决定胜负 侧抱位开始 摔倒有效 先出圈者为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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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声激励他们一下好吗 他们这个优美的步伐 更像是交场的 停 好好 这样凡剑 三个 三个了 比利格有点点背 这样的都不如在十分钟的时候主动进攻 这样凡剑摔倒三位优秀教授 好 继续是一位蒙古族的大汉来挑战正珊瑚 凡剑 这次第四个 十分钟 五十六 五十六 继续是一位 十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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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福 一位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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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